如何选拔销售总监或销售总经理 这是很多老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么目前通用的玩法呢 一般是三个 谁跟老板走的比较近 关系比较好 他就选谁 那么就是典型的叫任人为亲 那么第二个呢 是在公司待的年头比较长 资历比较深 他选谁 第二个混年头 你这么一做 新来的能干的人 基本上就放弃努力了 哎呀早的 论字排辈跟我无关 第三个呢 是谁的销售业绩做的好 他选谁 为什么也说他不对呢 你要知道优秀的运动员 未必是一个好的教练员 有的人只会当运动员 甚至拿了奥运冠军 但是他当不了教练员 那这三个道路都不对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叫综合考评 怎么个综合法呢 首先这个人已经有一定的经验 他不能是个新手 太新了不行 虽然可以破格 但是也不能太新 这是一个要熟悉业务 第二个呢 自己能力不错 让别人口服心服 对不对 第三呢 跟大家关系混得不错 是一个团队成员 而不是一个单枪匹马的 一个超级英雄 第四呢 还得有这个愿望 做教练 做仆人 明白吗 当管理者就是 做教练加仆人 你得把你的这个部下照顾好 你得把他们伺候好 才行 那么这四个方面 怎么衡量呢 其实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工具 叫素质模型 这个素质模型呢 我们一共有十项 我就简单说三项 你们想详细的了解 你就看看我销售那点事 那个课程 那里边呢 把十个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解释 比如说计划与预算能力 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得做计划 你不会做计划 整个这个团队怎么干 就成了胡打乱打 作为管理者 你得做预算 这一年我做多少事 花多少钱 赚多少钱 这一定要会算账 这是一个能力 第二个呢 你得会沟通 会辅导 你既然是教练 你得把这个事说清楚 得想清楚 说明白 你得手把手的去教别人 对不对 所以这是你的辅导 与这个教练的能力 第三个呢 是决断的能力 当断则断 你既然当了这个官 你就要做出判断 尤其是在比较棘手的时候 在两难的时候 你就得干净利索 这就是你要承担的责任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又想当官 又不想承担责任 那肯定不行 所以说这个数字模型呢 我们说就像一个人的体检表 对吧 我们每年可能都去做体检 我们说对一个销售管理岗位的人来说呢 我们就拿着这个数字模型 给他做体检 可以让他自己打分 如果你有一个完整的数字模型 你让一个候选人看的时候 他自己就能首先做判断 我能胜任吗 这些事我干过吗 我干的怎么样 他心里就不会发虚 如果看了这个要求 我做不到 连应聘都不要应聘 对不对 不是靠关系 也不是靠业绩 也不是靠资历 而是看本事 那这就是一个衡量 他本事的一个标志 我们说是一个参照物 是一个尺子 通过这个尺子 让他有自知之明 我想你只要认真看看 我那个课程 销售那点事 你就会有一个大致的